大家好,这里是苏雅和批评书 因为推特脸书不仅仅封杀了 川普总统的账号 尤其是推特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而且在全美封杀了好几万个 川普支持者的账户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特上面 了解及时的信息 非常难,因为大家都释训了说话的渠道 而我们之前呢,我们去追踪热点新闻 尤其是当天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真实的消息都是来自于这种 机遇推特上面所发表出来的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它是真实的嘛 因为它是自发秩序嘛 就没有人控制,没有人遮蔽 也没有人去编辑的 就是最真实的消息 而脸书看上去更像中国的微信 推特更像中国的微博 所以你要了解当天发生的热点事情 一般是都走推特 但是推特你想想几万个保守派的推特 几万个他们说有差不多10万个 这个川普的支持者都被封号了 所以你现在很难了解的信息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通过这一档节目 给我们说中文的人带来一点真实的好消息 真的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然后呢我就这个发挥发挥我的这个搜索的功能啊 然后不断的去首先我是看一个消息 完了以后我去搜索相关的消息 找一找源头找一找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 所以呢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事实 虽然我们听不见看不见川普支持者 尤其是我是说美国人啊 而且尤其是那些英语的这个爱国 说英语的爱国者不是说中文的啊 说中文的反而能看到一些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个小语众嘛 他们也没兴趣去管嘛 但是你说英文的保守派 说英文的川普支持者 你很有可能被封杀 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消息 虽然他们已经没有发生的穴道 但是他们依然在战斗 而且非常的给力啊 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组 这个美国的说英语的川普的支持者 就是真二八斤的美国的这个公民 他们都在战斗 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给力啊 所以我看到有人 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是从一个说英文的一个川普支持者啊 他的好还没删 他说啊 他说国防部长米勒 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这个命令国家安全局总监啊 这个任命前共和党政治人物为国家安全局首席的律师 这个东西是个很有趣的消息 你想想这个本届的国防部长那是川普总统任命的 如果川普总统如果是就是彻底的就走人了 那国防部长肯定也是要换人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几天了 那没有几天他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国防安全局的总监 任命一个前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为这个国家安全局的首席律师呢 这个律师到底是干嘛用的 为什么任命任命一个首席律师干嘛呢是不是 哎这个东西就是个极好的一个战斗的现在消息啊 啊这个可以推断啊这种紧急的任命 而且是任命一个律师啊 那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军事法庭的一个审判的活动 你需要律师的嘛律师需要需要出庭去提供大量的证据啊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我们这些人都非常关心的 就到底美国的军美军啊这样一个史上最强大的世界上巨无霸的这么个军队 此时这个到底是在谁的手上 到底是在老姚婆的手上呢还是在川普总统的手上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真是丑死人了你说是不是啊 如果说川普他真的要翻盘的话 要要把这个局面挽回来的话 要守住宪法的话他离开了军队 他只有两种力量可以依靠嘛 一个就是军队嘛一个就是民兵嘛 我们之前说过民兵他是可以动 但是民兵一动起来的话 他除了给对方给民主党这帮孙子 他造成一个口实说你暴乱以外 他还造成美国的什么血流成河 这是川普总统不愿意答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 他不想让那么多的爱国者 让那么多的美国的老百姓 因为美国政治的苦难而牺牲掉他们的生命 川普是一个宅心仍厚的人 他不想任何老百姓因为这样的事情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他反复这个讲两次话是不是 大家要把心情放下来 要平静要保持冷静不要有暴力 不要搞那不要破坏公共财产 为什么这句话其实都是说给民兵听的 今天我看见这个 Auth Capers又在发了一个公文 我仔细看了一遍 仔细看了一遍 Auth Capers的这样一个公开的声明 他只是要求川普总统启用反判断法 但是从头到尾他并没有说我要马上行动 我的这个当下的最准确的判断 也是最快的判断就是 Auth Capers这种民兵联盟 他把川普的话听进去了 他只是在营造一个趋势 营造一个有这个美国的民兵组织 依然是强有力的是川普的支持者 营造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民意 一个态势 但是他并没有说我接下来 我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展开一场什么什么什么 抗击的活动啊 甚至有可能动粗 没有说 我们之前说过的啊 民兵联盟之前发表了一个第一份公开声明 是怎么说的 说1月16号如果国会还没有阻止这个念头P 这个救任总统的话 那么他们将展开真实的行动 缤分三路 一路对白宫 一路对国会 一路对最高法院 一定要搞定是吧 搞定这个事情 结果川普把他们摁住了 你们不要动 你们不要有暴力 你们不要破坏公共财产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动我 我自然会把它搞定 那谁来搞定呢 那只有一个 另外如果民兵不能依靠了 而且民兵把它摁住了 也不要动 那只有一个势力了 就是美国的军队啊 所以这个消息啊 我刚才说的这个消息啊 米勒任命这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为这个国家安全局的首席律师这个消息啊就足以说明啊 足以说明华盛顿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啊 他就是在川普手上啊 这个就是在米勒的手上啊 川普肯定是掌管着美国军队 肯定是掌管全局啊 所以我之前刚刚刚才录的两期节目 我都讲比如说伊万卡 说这个川普已经在做 而且继续还会做的事情啊 一定会这个捍卫宪法啊 请大家等待 请大家安静的观看 不要添乱 我再说一遍啊 生活在美国的川普的支持者 这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心态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一定要去买点水 买点粮食 买点菜啊 买点发电机 买点手电筒 好吗 不要添乱 不要添乱 在这样的巨大的一个变迁的时代 暴风骤雨的时代 我们这个老百姓 在一个现代高科技的时代 你出去你做不了什么 你只能添乱 真的是 这犹豫说一句 你何必要去当炮灰呢 川普是一个真正的爱命如子的人 真的是一个宅心仍厚的人 他不希望老百姓为这样的事情 而有半点的损失 财产损失 何止是 还有生命损失 特别不想看见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我觉得从米勒的这个 任命首席律师的这个行为啊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给力的 我称之为战斗消息之一啊 那战斗消息之二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总统此前在 那个德州有一个 在边境墙上面有个讲话嘛 诶 当时听的时候没有仔细听 也没有仔细看 现在有人回头 再把它听来一遍 再仔细 把它说话 把它打 把它打字敲出来 发现了有几句很好 很有意思的话啊 就是川普总统讲了这么句话 就是这个仅仅是开始啊 真的现在所看见的一切仅仅是开始 那什么意思呢 他都已经按照我们的那些 没信心的人而言的话 他他都已经马上二十号要走人了 有人有很多人说啊 川普都已经在搬家了 很多川普二十号早上就做空军一号 就回到这个佛诺里达他的海湖山庄去了 川普已经已经彻底告别了美国政坛了 还有人说你们以后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你们回想今天 你们也会后悔的 你们这些帮美国人是怎么对待 这么一个好总统川普的 你们会后悔的 意思是说川普已经失败了 不会再来了 但是川普总自己说的 你看到没有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这经济是开始啊 是吧 所以你要小心的去这个去看 去观察 去感受你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啊 这是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说什么呢 世界将会转身啊 整个世界将会转身 哎你我觉得这个话非常的有意思啊 世界将会转身 什么叫世界将会转身呢 从哪转到哪呢 为什么是世界而不是美国呢 哎呀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 所以我有个消息 我一直没有上个节目我提了一嘴 但是没有展开我再说一遍 我看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就讲说这个罗斯塔尔德加州的 当红的这个当当红的现代现在的一个一个掌门人啊 就罗斯塔尔德叫他的名字叫本亚民啊 什么啊 本亚民这个人五十几岁就死了 五十七岁就死了 这个死的特别不是时候这个人啊 我们知道罗斯塔尔德加州是掌控了美国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人马呀 几乎所有的政客都被他收买我跟你说啊 你能看到的那些坏蛋全是他的人啊 然后完了以后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联储美元美元发行嘛 是不是 他是一个私人公司我们都知道 他这真正的背后的大脑就是罗斯塔尔德加州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资源啊 从媒体到政客到美元到美联储这样重要的机构啊 到脸书这样的这个大科技公司推特都是在罗斯塔尔德加州的掌控之下 所以美国今天的爱国者在川普总统的带领下所应战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 绝对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在全世界你看川普说的其实他话说的很明白 但是我们没有仔细听世界啊世界要转身啊世界要有一个扭转这个意思 中文的话讲是不是所以你你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话说的是如此的重要 说明川普真的还在非常有力的战斗只是我们看不见他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他的心细被遮蔽了而且他这个人非常的有有有计谋知道吧 他不会让你让我们所有的打枪有的人都看得见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放弃信心世界在转身 我听见整个世界在转身的时候发出的巨大的声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要静观其变啊要这个啊 川普这个意思也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其实我翻译成过来就是静观其变你不要急啊 你不要急静观其变啊你不要添乱不要尤其是不要一惊一乍的 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挺有信心 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沮丧的跟你摊在地上的一摊烂泥似的 没有意思好吗 另外第三个好消息啊我真是我这些叫战斗消息啊 新当选的这个伊利诺越州的众议员啊叫Maria米勒啊也叫米勒啊 他在一个叫美国思想领袖的节目中说啊啊透露一个天大的机密啊 说明这个女的议员呢其实处在一个康奋的一个战斗状态 他说啊他说1月6号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国会我们正在开会 然后然后南希佩洛西彭斯他们就说告诉我们说 国会山要被攻入了 然后他们又说啊告诉我们这些议员说 赶紧把防毒面积拿出来 所以他就讲他说当时他当时他一蒙在会上他一蒙啊 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没有人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座位底下还有防毒的面具从来没有 然后很多老议员就说美国的国会里面从来没有安装过什么防毒面具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感觉就像之前已经计划好的 就是要表演一下他当时就很很挫火啊 就然后他就觉得外面的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都是他们安排好的 所以我告诉你啊美国的那些人呢美国的议员也好 美国的公民美国爱国者也好他们不会放弃战斗 他们其实一直在想办法 你比如还有一个消息啊我觉得特别好 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有绿卡的人有身份的人啊 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个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啊 过去给很多人捐了钱嘛给共和党捐钱嘛 给那个麦克兰尔捐过钱 给那个谁这个南卡的那个什么格伦汉姆捐过钱 还有人还给罗姆尼捐钱呢啊 反正各种各样都有 给彭斯捐钱呢都有 所以现在他们发起来一个活动 就是要追回追讨这个那些共和党里面的叛徒 当时我我们给你捐的钱你现在给我退回 哎美国的这个政治现金制度里面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政策的就是我捐出的钱 比如我捐给了这个米奇麦克兰尔 现在他是一个混蛋知道吧 然后我后悔了我可以把这个钱呢退回来 但是有时间限制就是三个月 那显然现在捐的钱还没有超过三个月实现 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的美国公民啊 都纷纷的在网上要把这个钱退回来 他们说现在就是被要求退款的最多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这个米奇麦克兰尔赵小南的老公的脑魂球 第二个就是南卡的那个哥伦汉姆 这有一句说一句啊哥伦汉姆确实是不错的 哥伦汉姆之前有一点点的这个迷亡啊 有一点点小心有一点点的软弱 但是很快他就扭转过来的 我听说啊这个哥伦汉姆陪着这个川普总统去到南边 考察边境墙呢 然后回来以后在国会上面发表了一个这个通俄门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调查材料呢 不错的这个人不错的啊 但是我告诉你麦康奈尔米奇这个混蛋啊 大家一定要上去把捐给他的钱通通给我要回来啊 他有个网站的啊叫WinRed WinRed.com就是红周银嘛 就是共和党银大概这个意思啊 你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不要让这米奇麦康奈尔这个老东西 骗你们的钱 骗结果又骗了你的要骗了你的心啊 骗了你的钱 还骗你的人 真是不像话 然后第五个好消息啊 第五个战斗消息啊 就是是这个川普的大女士啊 Johnny 老人家给披露的啊 说这个安提法的领导人 之前我们都说的嘛 就是叫沙利文嘛 他被起诉了嘛 然后呢很快又被放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都气死了 很多的美国的公民都气死了在那里骂 后来慢慢有人搞明白了啊 就是Johnny披露的 为什么这个人他会放出的 因为这个人已经答应了做这个污点真人 他已经完全背叛了安提法 背叛了老妖婆 背叛了民主党啊 要跟这个司法部合作 转做污点真人 而且答应了一定已经交代了啊 已经交代了啊 不是没有交代不是开始了啊 已经交代了与其他226名安提法的成员 一起怎么组织 一起怎么在1月6号冲进国会 制造这个暴乱事件的这么一个事实 所以他是一个污点真人 他现在是个县人 他已经把他放出的是这样一个原因啊 所以有人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呢好消息其实战斗消息 这属于典型的战斗消息很多的啊 那最后一个战斗消息我是特别喜欢的啊 就是这个新当选的这个我们之前说过的啊 那个叫做Garen啊 他的名字全名叫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就是那个啊 一个女议员有14个孩子的妈 完了以后呢 在那里拿着步枪啊 在那里一个要干到这个绿色环保 一个干到社会主义 一个要干到LGBT这种这非常强悍的啊 佐治亚州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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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啊 相当强悍 他说啊如果真的拜登当了总统 他将在1月20号就职嘛 1月21号他就要提交对拜登的弹劾案 因为他的材料啊全部来自于这个电脑门 就是亨特拜登的电脑啊 里面有这个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的 满用职权对乌克兰扣留10亿外国援州啊 要求乌克兰对亨特拜登达成交易以公权谋私利啊 而且呢不仅仅有亨特拜登的电脑还有乌克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和乌克兰对拜登的那个什么全球通缉令啊 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性的调查 这个相当相当的缜密 而且步步为营啊 所以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我们这些打酱油的 你没有资格放弃 我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真的爱美国 你如果真的爱自由 你如果你的心中真正拥有一颗公义的火焰 那么你没有任何理由放弃 有什么可以放弃呢 加油 谢谢大家